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年虎四金鐘入圍 戲劇類節目最佳心境演員獎的梁書涵 其實我剛接到這角色的時候 劇本大概只出了1 3分之1 因為本來他們的鋪陳就是一個接一個 例如說從我的故事開始 然後我進入了這個地方 這個群體 認識了其他的女生 然後慢慢的帶入其他女生 在生活還有自己的家庭上面 遇到的各種困難 那因為我這個角色 在本來的編排上面就是第一個 告訴大家我這個角色的故事 所以我在前1 3分之1的時候 其實我就大概能夠已經看到 看到這個角色的雛形還有他的背景 所以那個時候在接到角色的時候 其實是蠻開心的 就是能夠接到一個這麼完整的角色 其實我阿祖家是開 就是公廟的 就我大概有看過一些些 就是他們在 哇 會要請教嘛 就是請那個神明回家 或者是一些什麼問事情 然後或是拜拜的一些意思 我大概有一點點印象就是有看過這樣 所以呢 基本上對我來說 有時候在女邊日記最難演的就是跟 捏一哥對戲 因為他實在是 太 太不安排你出牌 有時候突然就是亂叫 我就 會傻眼 像有一集 突然他走過來就是 突然他來找我 激情是他來找我 因為他覺得實境在生氣 他就走過來 每群女生吃的時候走過來 走過來說 嗨蘭比 然後沒有人知道 劇本上他是要叫葉素 然後他想說怎麼了 然後就說 葉素歐蘭比 然後大家就全部人就爆笑 所以他每次都會有這種拍子 然後就會 要先NG個一兩隻 讓我們先笑完 才可以好好演戲 這樣 我私底下的個性 比較 人來風一點 就是 要人多的時候 或者是在某種牆的時候 我才會 就是突然 嗚 開關被開起來 然後又會 就是跟大家打鬧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是比較沒有那麼活潑 甚至 我都覺得我的個性 其實算是 內向愛秀人 嗯 不反對不支持啦 因為他們就說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你能夠照顧好你自己 然後 他們是有給我一點建議 就是說 你想追夢想沒關係 但是 你要給自己一個年限 我原本是設定30歲 所以其實在我 接到女婷之前 我真的差一點點 就是我說 沒關係吧 如果 如果目前真的沒有機會 也許 至少我還是在做 跟戲劇相關 有興趣的工作 這樣子 然後 在最後那一剎那 我遇到已經不行了 沒有 沒有 因為他從頭到頭就灌注 我千萬不要做一個 因為那行業就是要扛器材啊 然後要跑要跑去啊 那時候體力補 那時候女生吃不來 他就從頭就灌注我這個觀念 所以我沒有 刻想過這件事情 這倒沒有 就是完全沒有過程的念 嗯 我有說過 我是一個 不是最幸運的人 但我也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就是 能讓我在這個時候獲得這個角色 真的是讓我 非常非常感恩這一切 所以 沒有一刻想要離開 其實我覺得 嗯 很多時候啦 但是因為 我是一個 就是眼淚比較豐沛的人 對 所以其實我很常 就是在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是聊到有關類似的話題的時候 我就莫名其妙開始犯淚 因為我眼淚實在太豐沛了 所以就有點藏不住 有一個非常在我心中存在的問題 就是 我非常好奇 我常常知道 如果 導演 在上一個鏡頭卡你 結果你要拍下一個鏡頭的時候 你要馬上滴滴淚出來的時候 你 會 要怎麼辦 你需要做什麼前置的工作嗎 或是 你需要第一眼叫誰嗎 怎樣 關於呼吸這個問題呢 我後來 就是非常認真的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表演每個人不一樣的方式 那我後來很認真的呢 找到一個自己適合的方式 就是 我會把我自己 完全記錄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當我去相信 這些事情的發生 都是 真的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那個難過就會 自然而然的出現 要我問你一個問題就是 問說 在點你的前戲呢 有沒有什麼小朋友 可以維持你的身材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